接下来要抢先看的这一部电影 罪人的控诉 可是改编自德国律师作家 他的一部畅销小说 谁无罪 透过一起这个谋杀案 来带除德国司法事上 最丑陋的案件 而这个故事是在说 发生在柏林的豪华饭店里面 有一起残暴的命案 当时一位85岁的财团企业 他以行刑事的方式被带突 枪及头部而当场死亡 而这个嫌犯他就马上自首了 他也坦诚犯罪 但是他就一心只想求死 他说拜托就让他死刑吧 但是他对这个杀人的动机 他却三间其口 却不愿意说到底为什么他要杀人 所以这一起历史的命案 这个也成为了一个悬疑点 而当时有一个菜鸟的律师 他叫做卡斯帕莱恩 他是他第一次来承办一个案子 却遇到这种棘手的状况 让案情陷入了胶着 而随着这个事件越来越调查 更是掀起了一起能够足以动摇国本的滔天巨浪 原来是因为这个德国当时战后 他进行宪法改革 而这个当时他们竟然暗度的成长 让许多二战的战犯档案不异而非 所以许多的这些纳罪的被禁闭的战犯 他们就一戏之间脱罪成功 而导致这司法 德国司法上面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所以一起谋杀案来带出了当时 德国司法上面很大的丑闻 待会透过这个片段 先带大家抢先看这部电影 罪人的控诉 那今天电影情报站帮大家整理了 不同主题还有不同风格的电影 也希望大家看电影愉快了 我是林书华 我们下次见 你来期待有任何处理 现在几年 你当大影响的专闻 你很大意中帮我 那是质人了 永远没有人帮他 他把姆迫过来 那是 联系 我放递 我建议我很好向 每个人的监视 我开始在这家庭 我成为这家庭 姆迫他为一个父亲 我贏人的杀害 我贏人的杀害 你贏人的杀害 我贏人的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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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贏人的杀害 你把他拒絕了,他拒絕了 他拒絕了,你不想告訴我,他拒絕了 你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认识他,他拒絕了 你认识他,你拒絕了 你新的识认识,你拒絕了 你拒絕了,我拒絕了 你拒絕了,我把此举判不例,把他拒絕了 我肯定是谁拒絕了 你不要拒絕了 你拒絕了你的第一次 要拒絕了你拒絕了 你拒絕了你的给你做什么 你拒絕了你再拒絕了这打了 你拒絕了那前世 我拒絕了那一次 我拒絕了 看完了电影的片段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不同主题的电影 要请记得锁定名是第一台电影情报站